各位家长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私人分享 我是谢刚 那我必须要承认一下 我上周在计划这个分享的时候 我当时是因为自己在 大概是四周以前 我自己有一次突然之间觉得生无可恋 那天晚上非常崩溃 待会儿会告诉大家原因在哪里 那结果后来走出来之后呢 我就特别想分享一下 既然我能够活下去 那分享一下怎么样好好活下去 我自己是1993年开始学习心理学 那有20多年在心理学界学习和工作的经验 居然还有一天觉得好像 活着比死要累很多 那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但是又怎么样去可以走出来呢 我当时是想一个私人分享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可是没想到呢 这个周四我们临时的一个高中十年级的孩子 突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我震撼很大 每一次社区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对我的震动都很大 2013年的时候 我们校区也失去了一位非常优秀的 11年级的亚装的女生 当年我去参加她的葬礼的时候 看着她那个巨大的棺材 放在那个洞穴里的时候 我那天突然明白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 对我的震撼非常大 因为 因为那天我才发现 因为我有可能 那个棺材里躺的就是我自己 所以我今天呢 不得不加进去一些青少年 自杀预防的信息 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学校心理学 刚才在课前呢 跟几位家长分享一下 因为学校心理学的工作呢 是善后的工作 等到孩子出了事情 学习都跟不上了 或者情绪和行为 发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才会 才会来到我这里做测评和诊断 和之后的教育方案的设计 可是我自己本身呢 在工作一年多之后 就发现不对 我发现很多的孩子 到我这里来的时候 至少要晚了三年 我非常希望在他们 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 有机会去做更有效的一些干预 刚才讲过 自杀呢 对我的震撼非常的大 我在过去的这个几年中呢 每次讲到自杀讲座 都是因为社区出了大事的时候 比如说我第一次讲的时候 是2015年 2015年是因为那年 六个月之内连续有 六个月之内 我们有五位华裔的男生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都在一个校区 那是我第一次讲 然后呢 到去年再讲的时候 也是因为我们临时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每次我都祷告 说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发生 可是我知道 就是就现在这个社会环境的话 它是一定会再发生的 自杀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比如说对15到29岁的年轻人来讲说 他已经是第二个死亡的原因 原来的时候是第三位 第一位呢 都是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 大家可以看到远远这个绿的线 远远超过其他的死因 因为这跟青少年的大脑的发育的特点 是有关系的 他们比较不能预测危险的程度 比较不能预测这个risk 所以呢 他们常常会做一些冒险的事情 导致生命的丧失 意外事故呢 为什么在急剧的下降 是因为意外事故70%来自于车祸 而我们车的安全性能呢 从1990年代到现在呢 逐步的在上升 所以随着汽车的安全性能的提升呢 自杀的 就是意外事故 死于意外事故的青少年 在继续的下降 可是 这个出在第三位的自杀 已经超过了第二位的谋杀 成为第二位的第二个死因 可是如果你看一下整个的 年龄的阶段的话 就把美国所有的年龄都加起来的话 这个自杀只是第十位的死因 前面九位全都是生理的原因 第一位的就是心脏病 前面全都是这种生理的原因 可是在年轻人 十岁一直到三十四岁左右 你看一下那个 他都是处在第二位 跟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 比如说做事情 没有办法这么周全是有关系的 2013年 CDC曾经做了一个大型的调研 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高中生 上万的高中生的调研 发现这个数据当时出来的时候 很多家长找到我 说谢老师怎么会这么高呢 这个比例怎么会这么高呢 他发现是六个里面就有一位 seriously consider 严肃地考虑过自杀 13个里面有一位是已经尝试过自杀 那38个里面有一位是尝试自杀 到什么程度呢 必须抢救去送那医院才能抢救回来 其实大学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把所有的这个大学生 都美国的本科生都算在一起的话 那大概是他的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比例 而且呢 您看一下2.4%的大学生 曾经有一个suicidal plan 所以这个是行为 这个图片呢 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行为艺术 他在美国的大学巡回演出 1000个空空的backpack 代表着每年在北美 自己结束生命的 大概是1000个左右 大学本科学生 而且您可以去查一下 我原来在专门做青少年自杀防御讲座的时候 提供过很多数据 越是名校像哈佛什么的 他们的比例 哈佛斯坦佛 他们的这个本科生的suicidal thoughts 这个比例要远远高于普通的大学 其他一点数据 供大家参考一下 比如说女生 就是高中女生 她的tempts 她会很多的这种tempts 比男生要高两倍 她会有suicidal attempts 可是真正 这张图上这个橘红色的 换成了男性的高中生 那么男性的高中生死于自杀的 其实真正死于自杀的是女生的三倍 也就是说女生可能会 更多的女生会想到这件事情 但他们采取的方式 没有男性的这个高中生 这么暴力 所以真正死于自杀的男性 要原来 高中生里面远远要高于女生 这个是我们Santa Clara County 她在2003到2015年 做的一个200多个 就是自杀的一个研究 那发现呢 mental health problem 是基本上占到了将近一半 46% 在其他的研究中 大家如果去查的话 都会说是90% 这个是离我们 这个湾区 这是最近的一个县 做的这个调查 就不管是46%也好 90%也好 总之心理健康问题 是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 那另外呢 更高的一个比例是 超过一半以上的 都是现在正在经历一个 巨大的一个crisis 一个危机 我们没有精神 mental health problem 没有一个精神的疾病 不一定有精神健康 什么叫精神健康 它是state of well-being 它是一个个体 在生活的正常的压力下面 它能够正常的去继续工作 发挥潜能 为社会做贡献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 可是刚才你看到了 major crisis 生活中有crisis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应对 还有没有保持这个mental health problem 这个state 为什么mental health这么重要 在我自己在公立学校工作了 今年是第21年了 我自己感觉mental health 就像是所有的零前面的一 你是后面的什么 什么得什么奖啊 学习成绩啊 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这种标签啊 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心理健康的话 那后边这些都是零 都没有意义 因为只有你有心理健康的时候 你才会有生活的满意度 你才会有个zest 对生活有这种激情 有这种热爱 你才能在 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逆境中你会bounce back 你会反弹 你过得有意义 有目标 你有灵活的适应性 你能保持一个平衡在你 然后有良好的这种人际关系 可是mental health problem 在我们青少年中 是越来越往上升的一个趋势 像这个是depression 基本上能够达到病理的诊断标准 是11%左右 焦虑是8%左右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distance learning 这次星期四突然去世的这位孩子 有的同学他就不了解 他说这个孩子好像看上去满阳光的 怎么会突然采取这样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原因 这个诱因可能有很多种 可是根源 他肯定是找不到 比结束自己的生命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我们长期的 现在已经我们在湾区已经是第七个月了 学校没有办法正常开放 只是在网上去上课 这种不是正常的一个社交的状态 所以在家里一定要保持好 我们在家里他能见到的 真人的这些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 因为孩子能见到的就是我们 就是1946年到2020年 关于social isolation 他们也是在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情况下面 需要做这个social isolation的时候 做的这种调研 发现大部分的study都是发现 对孩子他这个有五万多人的样本 对孩子的mental health 是非常有大的一个challenge 这里稍微简单介绍 原因今天不是完全在讲这个青少年自杀的防御 所以如果是大家看到孩子的情绪啊 行为啊有特别大改变 特别是原来比较友好的 现在突然非常的烦躁等等 甚至有这个自杀的威胁 或者是有朋友 像这个周四发生的事情 有朋友出现这样的选择的方式的话 那么大家一定要更多的提供给孩子 关心如果需要的话 去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 来提供专科的referral 那自杀它是很多的原因造成的 有基因的有环境的 还有这个这个情境性的 那我在2015年 第一次做这个自杀防御讲座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不要不要去怪家长 为什么呢 这个自杀genetically 这个基因上的原因 占到了40%左右 我记得这个孩子的这个任性 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差别非常的大 哪怕是一个家庭中的 不同的兄弟姐妹 我在多年以前 我曾经做一个测评 当时这个女生呢 她是九年级的孩子 已经不能来上学了 她是出现了严重的焦虑的症状 当时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测评的时候 我们首先得先开个会 跟家长啊 跟老师啊 特别是跟家长 要做很多的interview 看一下家族的历史啊 孩子原来的情况等等 那这个家长刚进来的时候 我就愣了一下 因为这个家长脖子上 是套了一个白色的 那个塑料的壳 撑着他的脖子 当时我 就是 也没好意思问 但这个妈妈就告诉 我后来就是 就是调查 到底这个孩子 什么时候 开始出现焦虑症状的时候 妈妈才告诉我说 什么发生的事 这个孩子 其实 这个她九年级 她有十一年级的姐姐 当时发病那天呢 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姐姐跟妈妈吵架 如果您家里有十一年级 或者高中的孩子 吵架是不是正常的 基本上是正常的 对 十一年级的姐姐 跟妈妈吵架 结果妈妈当时气不过 妈妈就在厨房里 把自己 把自己身上倒了油 把自己点着了 然后自己受伤 她当时架着这个脖子 就是因为 脖子上的皮肤什么的 还是处在一个恢复的状态 需要一个壳子来保护她 脖子的肌肉 当时 对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当然是非常traumatic 妈妈把自己点着了 然后 姐姐 虽然这个事情是姐姐跟她吵架引发的 但是姐姐的反应是正常的 姐姐赶快打911 然后救护车 然后试图就是灭火呀等等 然后之后呢 照顾妈妈等等 这些都是正常 就是说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妹妹当时目睹了这个事情发生 从此以后 她是关于救护车的声音 还有任何关于火的这种图片等等 她就 就 就实化了 她就没法动了 有一两次在我们学校里面 因为学校老师不知道 所以在上课的过程中 有类似的这种信息 她就完全不能动了 是被那个轮椅给推出来的 到最后呢 焦虑的 原来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到最后焦虑到 完全不能去上课了 包括做测评的时候 一般我们做测评 需要到学校里来 我给她做的测评 我是到她家里去 她完全没有办法起床 就是 所以您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出来 孩子 就是说你要说因为妈妈出了这个事情 所以孩子出现精神健康的精神这个问题 那应该是姐姐 但是不是 姐姐她的反应是正常的 妹妹 虽然不是她引起的这个吵架 但是她的反应是 但是你从走 你去看一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 她不是这一次发生的 她原来已经很长时间 三年以前 她已经出现 比如说哪次考试考不好 手心出汗呀 脑子一片空白 然后就 在 将在教室里 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么严重 也没有影响到学习成绩 所以没有引起重视 那时候成绩还不错 上九年级之后 学业的压力 再加上这个诱因 那么就造成了 巨大的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 你不能 blame这个妈妈 因为 当然妈妈是应该做一个好的model 因为在吵架或者怎么样 她有更好的处理的方式 但你不能全怪这个妈妈 因为这个基因 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占到百分之四十 还有其他很多的环境的因素 待会我们会讲一下 我们自己家里能控制的是什么 那比如说像 像很多的就是这种 bullying 我就特别想告诉大家一件事 就是说 孩子在医生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很多 人或者事情 会告诉他们 你不行 就会受很多人的这种 negative的feedback 可是我希望 他已经deal with这些 已经很需要费自己的心力 我希望这些 negative的打击 不要来自于我们的家庭 我们就是等于说 家庭关系 你可以看到 里面这个 difficul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是六个环境因素之一 这个锅 我们不背 我如果说 今天能够有一点 我们能带回家的话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 如果您今天来听 是因为想知道 怎么样去预防青少年自杀的话 那么这一点要记住了 我们要把亲子关系 这个因素要掌握好了 common trigger 一些非常常见的 一些自杀的诱因 那青少年来讲 是major disappointment rejection, failure, loss 这些的 可是问题是 这些无处不在 这个是我们在加州 最大的私立医院系统 Paiser 他做了一个 不良童年经历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有十个不同的factor 那我自己在里面 站了三个 在18岁以前 有什么不同的这种 比如说常常被 情感的这种虐待 或者忽视啊 常被打呀 等等这些的 家里有精神健康的问题 家暴现象等等这些 您猜猜这有多少人 经历过呢 就是从来没有一个 刚才提到的 十个因素的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只有36%左右 你要加上成人以后的 那就更不得了了 我们都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天灾呀 失业呀 婚姻危机呀 意外事故啊 重病等等 这五个里面 我经历过四个 所以有这么多的事情 有这么多的事情 都会 我们都会经历过 如果 如果说诱因 是这些 disappointment failure的话 那么基本上 每个人都会 遇到过 这个是美国成人的 一个研究 76%的成人 他有过 some kind of traumatic experience 76% 如果您刚才提的这些 从来没有经历过 那么您 基本上就是 紧理级的 您是太有福气了 可是您要看一下 这个PTSD 就是创伤后 应激障碍 就达到 有这么多 76%的人 有创伤 一生中会经历过创伤 可是 只有 3.5%的成人 会达到这个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 就是不能够摆脱这个阴影 达到病理的诊断状态 孩子多一点 也只有5%左右 我看到有高一点的数据 有百分之十几的 但是 你相比 百分之70多的 经历过这种 traumatic experience 还是少很多 那为什么 孩子 稍微高一点 因为他们 比如说 他们精力啊 等等 不够丰富 所以他们处理事情啊 前瞻性等等 这个原来都讲过 情绪的管控能力等等 都 弱一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青少年期间 刚才讲过年轻人 一直到15到29岁之间 这个年轻人 他是第二位的 自杀死死亡原因 因为他们看不到 看不到 就是前瞻性不够强 他看不到说 这个会过去的 像我们 我还有两年就50了 所以我因为经历过很多 所以我可以 我谈一谈 哭一哭 然后我会走出来 可是孩子 很难看到 预测到 有这个可能 还有跟他们的特点 是什么有关系呢 睡眠 睡眠不足是个大问题 这是美国的高中 您看一下 加州有70%以上的高中生 他是睡不够八个小时的 我记得2015年 连续选择 结束自己生命的 五个华裔男生中 有一个 其他的都能找到原因 有 比如说原来有 抑郁的症状啊等等 但是这一个孩子 他之前 什么特殊的情况 都找不出来 只有一个 他就是 睡眠非常不好 他的同学说 不管你晚上 几点钟 你想找个人聊聊天 你就给他打电话 他一定醒着 你就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睡觉 睡眠不好的时候 我们人会做出来 非常不理智的选择 所以睡眠 非常的重要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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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是一 Podcast 证似